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提起动漫,想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斗罗大陆》了 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热血的动漫 这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武魂 武魂的种类多种多样 可以是世间的任何东西 其中武魂也分369等 有些武魂是顶级的 可以在起跑线领先别人 然后除了先天的武魂优势之外 后期的修炼才是最重要的 封号斗罗是斗罗大陆中最高的级别 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一人可以灭一城 随着剧情慢慢的发展 也是出现了很多受欢迎的角色 比如我们的主角唐三就是其中一个 他作为主角 人气可是很高的 在后面的剧情中 唐浩带着唐三去觉醒蓝银黄了 但是中途时也是发生了意外 导致唐三差一点走火入魔 唐浩看到之后也是直接说到快停手 最后靠唐三的意志 最后也是觉醒完成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浩天锤上有几个十万年昏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